最新的景品SDBH七龍珠超英雄陸續出了 超市悟空合體的物極塔 再加上最近出來的剛出來熱騰騰的 超市打了王子就是迷人代理版 盒裝三款的盒裝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上下半身尾巴插銷底座 階級卡片遊戲七龍珠超英雄裡面的王子被擊打 所以他的全部的這種造型除了超市的頭髮以外 服裝上面是跟真正的七龍珠 是不太一樣的 可以看得到他手套跟腳這邊 還有褲子的地方跟一般的七龍珠GT 是完全不一樣 他現在看臉部表情這邊 頭掉的話 其實算是蠻還原的 因為畢竟他是整個是一個戰鬥的形態 那體態擺出來之後 臉部的這個表情是一個吶喊的表情 算是復刻的還蠻到位的 可以看得到 這種非常生氣憤怒的樣貌 那看他頭髮的這邊的做工跟塗裝來講的話 哇超市 一大賣點就是他的這個長頭髮 然後非常茂密的 這種髮術感 然後一搓一搓的 整個髮絲紋非常的明顯 都 遍布在 全部的 這種髮術裡面 上半身當然就是 超市的這種 紅毛的感覺 前面的 胸肌腹肌部分 線條裡面加了一些陰影感 那至於 以臉部來講的話 應該是側面兩旁的話 有一點點 加深了一些陰影的感覺 所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還有脖子這邊 手套 全部是一個白色的基底 然後這裡 就是一個呈現黑色的 顏色 那下半身 一樣也是類似這種 戰鬥服的景深呼吸 只是顏色是非常非常深 整個大腿的肌肉小腿肌 肌肉 表露無影 後面 尾巴的部分 毛束感算是蠻強烈的 那後背的這個地方 他都把肌肉線條 微微的做出來 那在 手部的肌肉線條這邊 你可以看到比較黑的地方 這些就是 陰影的感覺 特別是在他肌肉紋理 的這種一條一條裡面 他都有加深的 這些陰影感 那鞋子的地方也是 白色圍基底 然後黑色黑白相間 最前面的 類似這種 土色系 鞋底的這種 塗裝 鞋子的塗裝 跟手套的塗裝 其實也算不差 那可以來跟 之前的超市 同系列來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唯一 最大的不同 可以看到 頭髮的顏色 超市悟空的頭髮顏色 呈現的是非常黑 那王子的貝吉塔這邊 他其實算是有點 咖啡色 非常非常淺的咖啡色 兩個頭髮 比較起來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是身體的厚實感 超市悟空 比 超市貝吉達 還要來得壯 那整個 來講 腿 的部分 也是 粗的非常多 那貝吉達 整個就是非常瘦小的感覺 後面也是一樣 當初以為是同樣的一個膜 但是乍看之下 乍看之下是非常一樣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 兩個膜 厚實感 其實不太一樣 那再加上 他這邊 你可以看得到 膚色的部分 其實也是不盡相同 貝吉塔 偏白一點 那 毛髮的部分 貝吉塔是呈現一種 比較鮮紅的 那悟空 來講 講錯 悟空來講是呈現一種 比較鮮紅色 王子貝吉塔是呈現一種比較暗紅色 這樣可以看得 看得非常仔細 兩隻的這種厚實感 真的算是差得非常多 看細節 超市達爾 也是一樣要用地台做一個戰力的動作 畢竟這個系列全部都是做戰鬥系列的 姿勢 所以他是 飄逸在空中的感覺 那至於超市 兩隻 擺在一起的話 算是非常好看 而且 烏吉塔 這一隻的頭髮真的 不得不說 怎麼看還是超級超級好看 非常非常的正 那如果你是 有先前的兩隻的話 幾乎 超市的 達爾 你是 不得不滿 否則 這樣子就沒有一個合體的感覺 加上第一台量到頭髮最高高度 約在24公分 海洶 海洋 海洋 整體評價六顆星 超市達爾的這個戰鬥飄逸的感覺 說實在的比同一系列的超市悟空 其實好看的非常多 因為這個姿勢來講的話 整個可以把身材做一個完整的延伸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 貝基塔身材的部分 其實算原汁原味的還原 屬於一個比較偏瘦的版本 而重點頭雕的部分 個人認為算是非常非常的還原 那雖然造型是切龍珠超英雄的造型 那其實也蠻有一番風味的 喜歡達爾或是達爾控的話 這一隻非常推薦你可以入手 因為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你先前有買合體的超市悟奇塔 還有超市悟空的話 那你這一隻就更不能錯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